本地研究人员投入8年时间 研发出一款胃癌血液检测方法 能够准确诊断早期胃癌 让患者及早接受治疗 降低胃癌死亡率 同时费用也更便宜 我国每年有约300人死于胃癌 多数患者都是在晚期才出现症状 因此死亡率较高 研究团队从2012年开始 对600多名病患的微核糖核酸进行研究 成功研发出胃癌血液检测试剂盒 此后团队又对超过5000名本地病患 展开非侵入性的血液检测 研究发现检测适用于 不同年龄和背景的病患 以及处于不同阶段的肿瘤 成功检测出87%的胃癌 其中第一期胃癌患者的准确率 高达87.5% 血液检测是很简单 就是验血就可以了 比较传统的内窥镜简单很多 另外我们的这个血液的检测 可以检测到初期的胃癌 如果我们就可以找到癌症在早期 这个机遇的成功率就非常非常高 试剂检测的费用较传统的内窥镜便宜许多 目前试剂盒已经在国大医院和成都生医院适用 团队希望接下来家庭医生也能采用 为病患进行检查